而台北居大不易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都高呼要居住正义 但这容易达成吗 但确实是大家的普遍心声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近期馆长陈之翰跟这个黄国昌 他们就在网络的募资平台发起募资 所谓的7月16号上凯道 要司法改革居住的公平正义 没想到这募资平台 短短几个小时不到一天就达标了 目前有1114人参与募资 最终募得了207万元 只花了72分钟 一个小时又12分钟 就直接达标了 太厉害了吧 那么TV的网友就来分析 为什么这个募资会这么有热度 而且大家愿意掏钱呢 可能普遍来说 年轻人的生活太苦了 而且按照募资的热度 还有网络的讨论度 以及平常会看 馆长以及黄国昌直播的粉丝人数 恐怕当天上街头的人数 有上看10万的实力 另外一方面 还有现在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环境 是万物接掌 只有薪水不涨 房价高高涨的一个窘境 所以7月16号上凯道 究竟这个公平正义 救台湾的游行会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呢 也值得大家继续观察 而近先前呢 馆长跟黄国昌跑到民众党 来送出邀请函之后 今天他们来到的是民进党党部 也是送上了邀请函 但是外界质疑 馆长陈之翰这么积极的串联 是不是要靠游行求官位 馆长对此呢就表达了不满 说如果自己要求官位的话 他以家人发毒誓说 绝对不可能 直到民进党党部递交游行 邀请韩网红馆长陈之翰 与前立委黄国昌 邀请蓝绿白总统参选人 向凯道 来到绿营 馆长特别激动 老子去当官 老子全家 好不好 不要再说了 这716 馆长要去当官 我623的时候 也要说当官 我现在在干嘛 4年前 快加进4年前 也说我要去当官 今年又说我要去当官 我当了吗 暴气开枪因为不满 自己被某些节目批评 说他游行是为了当官 馆长发毒誓 绝对没这事 谈到服帽也是一肚子气 中国健身房 开啊开啊 健身房商业竞争 商业竞争要开多少来多少 我们竞争而已 做不起来我包回去 这跟公共议题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怕若开放自己企业会有竞争对手 更开空不要每次选举就把意识形态当神主牌 你不能说今天我们去检讨执政者 我就变卖台了 我再重申一次 我老子就是 每次大的选举 来仓库的芒果干拖出来准备卖 这个不是我们乐见 我们今天讲的是两岸人民共生共荣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不能失去主权 一旁黄国昌虽然没发言 不过卷入房产土地争议 被质疑名价23笔土地房产 还好意思喊居住正义 对此黄国昌先前也表示 这些土地都是种菜的机灵地 民进党侧意炒作 只是心虚要打击716的活动 自己绝不炒房 可以带媒体到现场证明 TV新闻赞后报道 不过由于陈志涵跟黄国昌 这一次的公平正义的凯盗大游行 主要的诉求就是 居住正义的议题 但是两个人的资产 还有要参加的柯文哲以及侯友宜 通通都被点名 他们都不是无壳蝸牛 甚至资产也蛮丰厚的 现在也成为了绿营的攻击对象 首先就是侯友宜先前选举的时候 传出他在文化大学那边 有诸多的出租套房 质疑他们有这么多房产 本身就是包租公 怎么赶上凯盗 还要居住正义呢 5.5平单人套房月租金 1万6期 双人套房贵一点月租金 1万7起跳 这里是文大附近的学生宿舍 凯旋苑 前身正是侯友宜过去被质疑 当包租公闹出争议的大群馆 过去叫做大群馆的学生宿舍 在侯友宜2018年选完市长之后 以改由新售公司为管 布置改名叫做凯旋苑 这套房数也从原本的99间 变成了103间 房租当然也调涨 每个月1.6万元起跳 1万2到1万4之间 好像就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只是沉寂一时的大群馆争议 又被挖出原来是因为侯友宜 允诺要出席馆长和黄国昌 举办的716游行 因为他们其中一项素质 就是要落实居住正义 表面上说要走游行 要走到腿软 但是转身会不会就是收房租 收到手软 陈租方对于凯学院的使用方式 有自己的权责 我们予以尊重 这种恶意带风向的方式 完全就是冷饭热炒 至于主办人黄国昌 也被令营策医点名 没资格喊居住正义 因为根据他过去的财产申报 其名色有23笔土地和房产 23笔土地 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带你们去戏子看一看 全部都是种菜的基林地 不过这黄国昌口中拿来种菜的基林地 其中一块目前是拿来当作停车场使用 而另外一块没有种菜是种草 约341平的停车场 格格看似都有主人使用率不低 另外再看看黄国昌的申报资料 其中6笔百分之百持有的土地 约60平到600平不等 这黄国昌对基林地的见解 或许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其中一新闻董佑俊华柔台报导 不过疫经历情三年以来 台湾的房地产可以说是涨不停 而现在呢碰到政府要打房 还有省息的环境 究竟近期的房市表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带您看到内政部的房屋转移动数的数字 就可以一夜之秋了 首先您看到的这个橘红色的部分 这是台北市的部分 6月份的转移动数是2799栋 月增百分之九点六 那么年增率是14.2%还是有所增长的 而接下来橘色的部分是新北市 有5267栋 但是月减是5.3% 年增呢也是衰退的 而再来给你看到的是 桃园的部分转移动数呢 虽然比台北多 但是月增率呢也都是衰退 将近10个百分点 年减呢也有8.1个百分点 而房价最为急动的 可以看到就是蓝色这个部分台南了 月减率是负14.7% 年增率是负25.8% 等于腰斩了 跟去年同品腰斩了 将近四分之一左右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台南先前是有半导体 还有南科的题材 似乎已经炒到高点 现在没有其他的题材 可以继续支撑 而且房价呢 也已经来到了一个高点 而且大环境的情况之下 可能买家也会趋于保守了 所以呢房市专家是怎么看待 接下来的六都房市呢 其实就是天气很热 房市很冷 第三季第四季可能会呈现一个 交易量少 价格趋于平缓的状态 那么卖方也认为呢 现在卖物的不利点就是 转手的税额太高了 还有第二户的现贷 以及平均地权条例 这都让今年的房市增加了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房市交易冷淡 这个六月的交易量呢 是持续往下探低 我们先来看到呢 这个六度的统计呢 其实只有台北市跟台中市呢 是有增加的趋势 台北市在六月的移转动数 是来到了2799栋 而台中市呢 则是4477 那么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有部分的行政区呢 他们有这个交污潮 像是台北市的文山区 是加了213 而信义呢 则是136 台中市的南区呢 也是增加213 另外像是东区 还有龙景区呢 也有百栋以上 不过其他县市 真的是非常的惨淡 尤其呢 越往南越惨 像是可以看到呢 高雄的这个月减呢 是12% 而年减来到了7.6% 更惨的台南 是月减14.7% 年减更是来到了 负的25.8% 那么不过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房价是居高不孝 因为买方认为 你政府在打房 那么你房价应该要降啊 但是卖方却认为 我现在卖房子 可能对我不太利 我宁可养蚊子 也不想要卖 那么另外还有几点原因 像是这个五年内转手 可能会被抽勾税 而第二户 也有现代的问题 再加上最新的平均地权条例 导致房市冷淡 只有自助买盘 是独称大局 预估呢第三季第四季 会走向量少价平 好确实哦 房价大灾问 什么时候才是买点 什么时候又买在高点呢 真的是考验 每一位买房族的智慧了 因此呢 我们的直播现场 就邀请到了 房地产的趋势专家 李同荣 李大哥来到现场 李大哥晚安你好 晚安大家好 好李大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呢 由于政策的因素使然啦 所以房市没有像过往一样这么的火热 而且特别的是 今年2023 明年就2024要大选了 不晓得接下来呢 房价的走势会随着政策跟选举 而有所变动吗 其实我们看到房地产的趋势 因为房价的结构 基本上有三个重要的 一个是基本面 就是经济的基本面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技术循环面 那第三个呢 就是政策消息面 那我们现在从 这个基本的 经济的基本面谈起 那全球因为 它是因为升息的关系 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以升息一般来讲 到末期 升息的末期呢 就会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全球现在的经济 其实大部分都是趋缓 那趋缓的开始 就影响到房地产 那这一波呢 因为中美商战的关系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因为升息的关系 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市场 从QE到现在 是一个比较大的多头的现象 但是现在各国 其实都有在打房的现象 但是打房的效果 其实有限 基本上是要看它的经济面 那现在因为经济面受到影响 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的经济 其实今年也在做保二 其实现在目前来讲 前两季已经是负成长的阶段 我们把它推到前 从2000年开始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2000年 2001年是经济负成长 在10过8年的时候 马英九这个政府的时候 2009年也是经济负成长 那10过8年的时候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 虽然没有经济负成长 但是她跨年度还是经济负成长 那现在又过了8年 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有连续两季 经济负成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经济上的赛口 所以当然对房市 也有间接产生不利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 技术群方面其实已经在高档 现在是在陌生段的高档 所以它是比较脆弱的 再加上我们政府在打房 政府的政策打房 其实是效果是有限 但是它也会抑制了一些 我们过去说炒作 或者说益售 但现在益售没有炒作的现象发生 现在是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在撑盘 所以这个价格会变成 上不去那也下不来 那上不去跟下不来就变成 因为政策打房的关系 那个整个交易量 刚刚看到那个表格 就整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比较 就差了16-17%以上 所以这样情况变成说 从去年年底开始是 价量背离 价格涨 那交易量缩 那现在是价量是盘整 但是交易量还是继续在缩 所以预期下半年 虽然是平均率前 五中前已经开始实施 但是它已经市场已经事先反映 所以基本上对于未来走势 大概影响不大 但是只是说现在因为上不去 下不来 价钱那个交易量又说 那又总统大选之前 大概大涨大跌也不易 所以这个盘是会以盘代跌 来结束这个第六的循环 所以它的跌幅就算有跌 跌幅也很小 所以你看到市场在跌 可能高总价的部分跌幅会比较多一点 那低总价其实都在小涨 所以这个现象有一点被扭曲了 就是说年轻人会变得对房市降屋无感 他无感的原因是因为他找房子 买房子也贵 租房子也贵 所以呈现的是一个刚性需求的市场里头 会发现说 那目前为止走够的人 还是很难找到适当的房子出手 就像李大哥所分析的 现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呢 已经在大升息的循环的时代步入尾声了 还有整体的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 也有一些疑虑 所以不管是买房或卖屋的人 相对来说态度会比较保守 加上还有选举的等等的政策因素了 不过我们还要请教李大哥 您刚刚提到这个刚性需求 年轻人买房的需求还是在的 但是房价已经涨起来了 年轻人买房有什么策略可以参考呢 其实年轻人买房 我一直在讲自住的市场 不用担心太多 因为这一波的房价是会 以盘代谍结束会的成分极多 那既然是以盘代谍 而且是低总价的房价 根本下不来的状况之下 你只能选择好的 就要选择进口供退口手的 它有体材的 而且是长线有利多的 这些区域你去做 比如说过去我们都在讲蛋黄蛋黄蛋黄 但是问题你现在买蛋黄地区又很贵 年轻人在买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走到比较郊外的地方 那因为现在交通建设也比较发展 所以台北市来讲 他交通建设发展新北市三环六线 再加上淘基的这个积节的带动 整个台北的大台北的都会就扩大 扩大就是台北的人有往新北走 新北的人往桃园走 所以桃园的人口净流度就很高 所以包括航空城 未来的航空城 包括高铁的捷运站的轻浦 这都是现在这个市场很活络的地方 那我们年轻人现在要买房子会考量说 因为你去买预售是预算比较少的就买预售 但是现在预售因为被禁止转售 这件事情把市场扭曲掉了 那年轻人要买预售的时候又会观望 他担心说万一后悔我又不能转售 我要买到这个小建商又怕烂尾了 所以大家都一窝风挤到城屋 那城屋的市场又被包租公跟投资客垄断 所以他低总价他跌不下来 所以你只能再选择说你把都会过大 有潜力的蛋白区 比如说过去我们在讲零三蛋 大家都都是讲他是类似好像鬼城一样 但是现在零三蛋在近几年来都是新北市 他因为积极低 所以他又有利多交通利多体财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涨幅就会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在台中你说清水 以前是十几万 现在卖到将近28万30万 但是他还是台中激起新房子预售 他还是激起比较低的地方 大家以为说量那么大 但是其实你去看他点的力 现在都很高 因为他有七八成的进住率 而且出租房子又好租 那边因为产业的聚落比较聚集 所以租房子两房的可以租到1万8000 所以这样的投报率也高 所以那个区域有些区域潜力蛋白的地区 你会以前看不好的地区 但是现在往往交通建设只要能够赶得上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你可以选择的对象 那所以你不要阴昧的一定要在市中心淡黄区 你要有分子分母的概念去找房子 比如说分母就是不动的 我只有这些预算 预算我不能动 比如我总价2000万 那你就是要找比如说比较远的 或者比较小的 或者甚至比较旧的 那你分子你可以去弹性去调整 所以你没有办法十全十美 去要求到很完美 然后买到第一户的房子 这个是年轻人 你都要先有再去求好 所以交通只要能够便利的话 那远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这给年轻人一个小小的建议 那你要等到年轻人要等到这个房价下跌 在探那个底实在是很困难 目前来看起来 它是刚性需求的低总价的市场是很难下来 李大哥分析 说目前我们的房价的需求跟供给 是呈现了两个 似乎在买价跟卖价之间 好像有的时候会出现很难以交集的地方 年轻人想成家的话 或许蛋白区的入手的这种荷包疼痛程度 还有承受能力相对来说会是好一点的 我们谢谢李大哥的分析 谢谢 好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 其实当初的年轻人跟台湾年轻人 也一样碰到类似的窘境 就是房价真的太高了 租成本也高 特别是在北京 北京呢过去有所谓的双翼的都市计划设计 除了北京的市中心之外 北京的副都心通州 还有河北的雄安心区 也是他们的城市的延伸区域 但是过去这些地方都被说是 积不升荡的区域 却成为现在新兴年轻人 逐低房租而居的地点 拉风的粉色重型机车 骑不进大北京四环内 正如多数北京年轻上班族 只能住在京城的近郊 因为居住门槛差很大 同样三十多坪两房一厅 在北京城内 月租五万多台币起跳 而在副多新通州 现在只将近两万台币 以前刚来的时候 真的是鸟不拉屎 鸟不成蛋 什么都没有 然后可是就很安静 然后自从环球开幕的时候 就会有车地铁人也慢慢多了 环球影城在2021年9月开幕 开元一周年时 已累计吸引超过1300万游客 北京市政府已完成 首批35个市级工部门 大约40万人大举东仙 到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副都心 跟河北雄安心区形成北京双翼 社群上更昵称通州是通利福尼亚 自比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的窃益环境 对 有听过知道这个 你看现在我们的运河桥 然后都特别漂亮 在人文上 然后在人的素质上 我觉得都有提高 给您这种感觉 它不像北京四环三环那种压力特别大 来这就特别特别放松 最大片是站在新镇中是之后的北京副中心站 是结合了这个航下地铁跟高铁的功能 所以之后呢 这边往西到北京的城中心是25公里 往东去到河北廊方 往北到这15分钟到这个首都机场 往南是到这个大兴机场 以及河北雄安心区 或者是亚洲最大的这个交通枢纽站 有方便的交通才有拉动力 通州这座人造之城 要疏解北京呈压力 TVBS 朱光宏 陈永文 北京报道